中美局势步入惡化阶段,加上疫情阴霾未散,二手劈架潮涌现拖累楼价走势,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步180.57点,按周跌0.09%,三周内跌0.66%,其中大型单位指数录得较大的跌幅,中原分析指,疫情令楼价升势受阻, 最近在疫情明显缓和下,二手气氛活跃,只望9月份楼价走势明朗化,CCL最新步180.57点,按周跌0.09%,连跌三周共0.66%,连续三周企稳180点,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CCLMAS 步184.16点,按周升0.35%, 连续三周企稳184点上下,CCL、中小型单位,步181.24点,按周升0.11%,结束两周连跌,连续三周企稳181点。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指出,早前受疫情拖累,楼价升势受阻,不过近期本地疫情明显缓和。 在用家刚需支持下,二手楼市气氛转趋活跃,成交增多,只望9月份楼价走势开始明朗化。 该行指,7月初本地再延伸冠肺炎确诊个案后,CCL随即中止三周连升,并由近期高位181.77点回软三周。 类计轻微下跌0.66%,但CCL仍继续企稳180点水平。 楼价升势短暂受阻,未有掉头向下跡象。 报告指,CCL大型单位,报177.13点。 按周跌1.17%,跌幅9周最大,并结束二周连升,中美关系紧张,影响豪宅楼价升势。 预料短期CCL大型单位,波幅扩大。